美東時間9日是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審判的第一天 美國國會參議院就彈劾審判是否符合憲法進行了四個小時的辯論 國會眾議院彈劾案首席管理人民主黨人拉斯金 在現場播放了1月6日 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在國會認證總統選舉結果時 衝入國會大廈的視頻資料 多位民主黨眾議員表示 正是特朗普本人煽動叛亂 導致國會山騷亂事件的發生 特朗普的辯護律師當天則援引美國憲法條款 堅稱特朗普並未煽動暴力 而且卸任總統是普通公民 對普通公民進行彈劾審判 荒唐且唯宣 特朗普不再在辦公室 總統的目標已經成立了 他被選民取消除了 DenzelD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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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